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温家宝女婿刘春航 涨金兼总局科技监管司 万达提议将每人债券的付款期限延长11个月 中国房地产债券和股票在融资支持计划的推动下大幅上涨 随着人民币达到4个月来的最高点 香港股市大幅上涨 请大家收看 温家宝女婿刘春航 涨金兼总局科技监管司 新导 在原中国银保监基础上 组建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机构改革有序推进 内设部门已陆续走马上任 财新网旗下的金融我闻报道 新设的部门包括科技监管司 负责人是刘春航 人任中国银保监统计信息与风险监测部主任 据新导了解 刘春航是原总理温家宝女婿 金监总局共有27个正司局及内设机构 其中新设的司局有科技监管司 金融机构准入司等 科技监管司职责 包括拟定相关信息科技发展规划 和信息科技风险监管制度并组织实施 1975年出生的刘春航 是温家宝女儿温如春丈夫 哈佛大学MBA 剑桥大学博士 曾先后供职于摩根士丹利 奈肯西咨询公司等机构 2006年进入中国银监会工作 任统计部副主任 主任政策研究局局长 后来担任中国银保监统计信息与风险监测部主任 万达提议将每人债券的付款期限延长11个月 彭博社 大连万达集团旗下子公司 万达地产国际有限公司 提议将一笔美元债券的到期日延长11个月至2024年12月29日 该公司还邀请债券持有人同意其他条款的修改 包括在2024年1月5月和9月强制部分赎回债券 将于12月13日举行债券持有人会议讨论这些提议的变更 台北学者表示 习近平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评论引起了关注 日经亚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需要朝着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向迈进的评论 成为周一智库的热议话题 中国观察家们分析了上周与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峰会 总体评估是积极的 戴维·布兰切特 Jude Blanchett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自由人蒋座教授表示 他对峰会的形象感到比预期更积极感到惊讶 在会议期间和之后 习近平的语气很柔和 他似乎很高兴 布兰切特说 中国如何将空间项目与非洲的气候和安全优先事项联系起来 南华早报 中国正在非洲的太空产业中进行重大投资 作为其与非洲大陆更广泛接触的一部分 中国阿拉伯北斗中心位于突尼斯 是中国推动非洲采用北斗导航系统的努力的前沿 中国已与非洲联盟委员会官员举行了多次会议 推动该系统的广泛采用 除了推广北斗系统外 中国还在非洲各国建设卫星地面站 并支持太空项目 截至2021年10月 非洲54个国家中有23个与中国建立了双边太空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在非洲的项目融合了发展与反恐和和平安全应用 例如 中国支持尼玉利亚的军事太空技术 并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利用太空技术进行气候变化监测和农业任性 中国在非洲太空领域的参与是有意识和协调的 与美国缺乏明确战略形成对比 然而 全球太空公司在非洲有着越来越多的机会 美国实体对此越来越认识到 中国指导银行限制提前到期的2024年贷款 并将部分贷款转为向前延期 彭博社 据报道 中国央行已敦促银行在2024年初限制发放新贷款的金额 并将部分贷款提前到今年 以平稳信贷周期 中国人民银行TBOC已指导银行 确保第一季度发放的新贷款价值不超过过去五年的季度平均水平 这一指导意味着第一季度贷款金额不超过7.9万亿人民币 约合1.1万亿美元 比2023年前三个月的金额少了一个季度 所罗门群岛在大国竞争中举办由中国资助的太平洋运动会 南华早报 太平洋运动会在所罗门群岛的一座由中国资助的新体育场开幕 由于中国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竞争不断升级 这一事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所罗门群岛亲中的总理曼纳塞 索加瓦雷因其倾北京立场而引起争议 并曾宣布计划暂停2023年选举以管理运动会 批评人士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可能支持索加瓦雷政府 并有可能重新点燃20年前困扰该国的内战 由于经济放缓和地缘政治因素 中国律师事务所正在崛起 日经亚洲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全球经济放缓 迫使外国竞争对手在中国缩减业务 中国律师事务所正在扩大其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存在 这一趋势反映了中国法律行业在过去十年中的增长和成熟 以及传统上主导亚洲的国际竞争对手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律师事务所正在越南、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 开设办事处 以迎合那些更愿意与使用相同语言的律所合作的中国客户 与此同时 一些中国国有企业由于财务限制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正在从国际律师事务所转向国内律师事务所 随着人民币达到四个月来的最高点 香港股市大幅上涨 百度将助力盈利前景 南华早报 香港股市连续第二天上涨 恒生指数上涨1.1%至17965.08点 中国科技和房地产开发商领涨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加强了人民币参考汇率 使得人民币升至四个月高点 阿里巴巴集团上涨3.4% 腾讯上涨0.8% 搜索引擎运营商百度上涨4.1% 分析师预测 百度今天公布的财报可能显示上个季度增长了6.6% 中国人民币自7月以来首次超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汇率设定 彭博社 中国人民币汇率首次在四个月内超过每日参考汇率 因全球美人走弱 人民币在境内外交易中均上涨0.4% 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设定的每日汇率 人民币在过去几个月一直承受着压力 但近几周由于美人的回落和中美关系的改善 这种压力有所缓解 中国人民银行将其每日汇率设定上调0.3%至7.1406 表明政策制定者希望人民币能够根据市场发展进行调整 这一策略取得了成功 人民币在境内外市场均达到了四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面对印度的压力 Netflix和亚马逊在大胆电影方面退缩了 华盛顿邮报 据内部人士透露 流媒体平台Netflix和Amazon Prime Video正在自我审查其在印度的内容 以避免冒犯该国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 执政的人民党利用形式诉讼威胁和大规模公众压力运动 来塑造流媒体平台所制作的内容 高管们要求对政治情节进行广泛修改 并删除可能冒犯印度右翼或人民党的宗教暗示 处理印度政治、宗教或种姓分歧的项目要么被拒绝 要么在开发过程中被中途放弃 据消息人士称 甚至已经完成的系列和电影也被放弃 并未向全球观众播放 中国房地产债券和股票在融资支持计划的推动下 大幅上涨 彭博社 在当局开始起草一份包含50家房地产公司的名单 这些公司将有资格获得融资后 中国开发商的债券和股票上涨 这份所谓的白名单可能有助于缓解中国房地产行业 进一步蔓延的担忧 该行业已受到资金困难的打击 然而摩根大通表示 他不相信这份名单能阻止公司违约债券 自8月份峰值以来 流入中国股市的外资减少了近80% 金融时报 尽管北京方面努力恢复市场信心 但中国股市的外国投资出现了大幅下滑 全球投资者抛售了价值超过250亿美元的股票 中国领导人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 导致机构投资者暂停购买 直到经济增长反弹 使中国市场在该地区与其他市场相比竞争力下降 对房地产部门流动性危机和令人失望的增长数据的担忧 也导致外国投资者抛售中国股票 使CSI300指数下跌 尽管有人预测2024年会有收益 但中国股市的未来仍然不确定 卡拉以6.7倍的回报退出中国麦当劳股权 彭博社 凯雷集团以约18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其在麦当劳中国业务的股权 获得了6.7倍的投资回报率 这次出售是凯雷在中国的最佳退出之一 而此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经济疲软 使得美国和欧洲投资者难以将资金投入中国 麦当劳将增加其在中国业务的持股比例至48% 而中国的中信集团财团将持有52%的股权 这家连锁餐厅计划到2028年将其在中国的门店数量翻倍至超过1万家 加拿大议会代表团访问美国国会讨论中国政策 南华早报 加拿大中国问题议会委员会首次与美国同行会面 旨在加强合作 他们讨论了协调应对北京涉嫌针对华人侨民和影响教育的行动 并共同关注北京对台湾的活动 然而加拿大在应对中国干涉或知识产权盗窃方面更加谨慎 也更容易受到中国的经济压力 美国和中国已经重新建立了高层对话 而加拿大和中国在两名麦克尔事件后难以稳定双边关系 加拿大委员会希望借鉴美国的经验 避免重复他们在针对华人或亚洲人的失败 吉利汽车子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将测试地人正值的速度限制 路透观点 据报道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吉利汽车旗下的Zeker计划 通过在纽约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筹集近5亿美元 Zeker在2022年上半年的收入超过210亿元人民币29亿美元 其中 汽车 电池和研发服务的销售推动了收入的翻倍增长 然而 该公司扩张到美国和欧洲等海外市场的计划 可能面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挑战 此外 Zeker的IPO可能会对其估值的限制进行测试 因为吉利汽车的市值仅为123亿美元 反对派将中国对声纳事件的否认称为宣传 澳洲 ABC 在东海 澳大利亚海军潜水员在清理澳大利亚护卫舰螺旋桨上的渔网时 中国军舰操作其船体声纳 导致他们受伤 尽管有警告 中国船靠近并启动了声纳 迫使潜水员离开水中 中国国防部否认了任何影响潜水作业的活动 但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称 这一事件危险且对两国关系有害 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在努力稳定与中国的关系 外交沟通重新启动 贸易禁令解除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称澳大利亚的言论完全不实 并敦促他们停止发表努莽和不负责任的指责 反对党领袖彼得 达顿称中国的否认是宣传 并呼吁澳大利亚揭露其侵略行为 此次事件加剧了堪培拉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 此前两国曾发生冲突和争端 NVIDIA投资者在财报发布前评估美国对中国芯片规定的风险 金融时报 在NVIDIA发布季度财报时 将评估其在美国对中国半导体销售的出口管制方面的能力 尽管投资者最初对此不以为然 但出口限制对NVIDIA的业务和其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的影响 是一个关键问题 尽管该公司努力为中国市场创建替代处理器 但人们对其性能与美国同行相比的怀疑仍然存在 一些中国科技公司已经开始寻找国内替代品 这可能对华为有利 然而 一些分析师认为 由于其AI处理器的全球需求强劲 NVIDIA的业务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受到重大影响 中国航班扩张计划应该能够在明年为入境旅行提供便利 南华早报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ICC预测 随着国际航班恢复 2024年零售商的旅游收入将增加 从而可能带动国内零售销售和出口的增长 2023年第三季度 国际旅游收入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约59% 但缓慢的复苏部分原因是签证障碍和对中国法律问题的担忧 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乔戴登 增加两国之间直航航班的承诺可能会带来旅游收入的回升 从而使当地零售商受益 然而分析师们警告称 由于乘客需求长期不确定 不要对美国航班的快速恢复抱有过高期望 资本呼叫中国房地产 路透观点 北京最新的举措 要求中国银行协助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可能不会成功 据报道 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监管机构 正在起草一份包含50家房地产开发商的白名单 以增加金融机构对这个陷入困境的行业的贷款信心 然而 由于担心被大量坏账困扰 银行可能仍然保持谨慎态度 这份草案是在上周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 监管机构要求银行确保对私人开发商的贷款发放与行业平均增长率相同 台湾选举是关于选择是否接纳中国 领先者表示 雅虎 台湾人民将不得不在明年的选举中 决定是继续走向民主之路 还是走进中国的怀抱 这是由副总统执政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表示的 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 这个问题在明年1月13日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前愈发重要 尤其是因为北京方面一直在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 马来西亚槟城吸引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医疗旅游者 日经亚洲 马来西亚槟城州正寻求吸引更多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医疗旅游者 尽管印尼政府正努力改善医疗基础设施 防止数十亿美元流出该国 槟城距离雅加达只有两小时的飞行时间 这使其成为医疗旅游者的理想目的地 槟城医疗旅游中心PMED 最近与印尼低成本航空公司Citlink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 以促进医疗旅游 2023年前9个月 槟城接待了287379名外国患者 而去年同期为127920名 印尼患者占去年前11个月槟城国际医疗抵达人数的54% 由于地理接近和之前患者的正面口碑推荐 该州现在专注于吸引更多的印尼患者 然而 印尼政府也在努力改善该国的医疗设施 以留住医疗旅游者 英国议员警告称 英国在确保电池工厂方面落后于竞争对手 金融时报 如果英国在三年内无法吸引电池投资 可能会失去汽车制造业 这是一群有影响力的议员表示的 英国在吸引主要电池制造商方面落后于竞争对手 面临着依赖中国进口的风险 该报告呼吁建立长期稳定的商业环境 对该行业的资金改革 并制定一个为期10年的扩大产能计划 在英国制造的电池将排放较低 并且可能与德国具有价格竞争力 该报告还呼吁为初创公司提供特殊的资金模式 与已建立的公司相比 从72小时到30天 四种无签证方式可以通过陆地、海洋和空中访问中国 南华早报 中国已重新开放边境 并实施了几项免签政策 以吸引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游客 来自54个国家的过境旅客可以在中国大陆停留3-6天 而来自59个国家的游客可以进入海南省停留30天 此外 来自香港或澳门的旅行团可以进入广东省停留6天 游轮乘客可以在中国停留15天 这些免签政策旨在刺激旅游业 促进中国经济在疫情影响多年后的复苏 随着北京整顿金融业务 中国的与使者们纷纷离场 南华早报 本文讨论了中国金融行业中 基因经纪人被称为与使者的衰落 这些人在促进外国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却面临着怀疑和审查 更严格的监管和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 导致对他们服务的需求减少 此外 曾经风光无限的个人也面临着腐败调查 导致他们的影响力下降 这种转变可能会减少腐败 但也会影响中国的金融联通信 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迈克尔 斯帕弗声称他被沃泰华利用 在中国进行情报收集 南华早报 加拿大人迈克尔 斯帕弗被中国监禁近三年后 声称自己被不知情地用于情报收集 并寻求加拿大政府的赔偿 据报道 他指责同被关押的迈克尔 科夫里格导致了他们的监禁 声称科夫里格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向加拿大及其情报伙伴分享了有关朝鲜的信息 然而 科夫里格否认了这些指控 加拿大政府也坚称 间谍指控毫无根据 中国驻沃泰华大使馆批评了斯帕弗的主张 并指责加拿大虚伪 这两名加拿大人于2018年被中国拘留 被视为对加拿大逮捕华为高管孟晚舟的报复 两人于2021年9月获释 文章还提到了沃泰华与北京之间的冷淡关系 包括中国干涉加拿大选举的指控 和今年5月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的事件 副总统女士 台湾的肖在选举中引起轰动 彭博社 蔡英文政府前美国特使肖美琴 被选为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的竞选搭档 此举预计将使华盛顿对民进党的外交政策连续性感到安心 肖美琴的任命遭到了北京的反对 他们认为他是一个独立分裂分子 如果当选 他的主要任务将是确保台湾的命运不会重演香港的悲剧 随着民进党最近的选举胜利和台湾认同感的增强 肖美琴的角色将在塑造台湾的未来和捍卫其免受中国干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最近的新闻 首先大连万达集团提议将一笔美元债券的付款期限延长11个月 这是为了平稳信贷周期 这个提议将在12日13日的债券持有人会议上讨论 对此 我只能说万达这个举动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 不仅能够提供更多的时间 还能减轻一些债务压力 真是一举两得啊 接下来 习近平主席的台湾问题评论引起了广泛关注 习主席在与美国总统拜登的峰会上的表现让人感到意外 他的语气柔和 看起来很高兴 这让一些观察家对中国对台政策的未来感到乐观 我只能说 这让人对中国政策的变化感到惊讶 也希望这样的趋势能够持续下去 我们还关注到中国在非洲的太空项目中的投资 中国正在与非洲各国合作 在非洲建设卫星地面站 并支持太空项目 从目前的情况看 中国在非洲的参与是有意识和协调的 与美国的缺乏明确战略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也给了全球太空公司越来越多的机会 我们看到美国实体对此越来越认识到 此外 中国央行已敦促银行限制提前到期的贷款 并将部分贷款转位向前延期 这是为了平稳信贷周期 虽然这可能会给银行带来一些压力 但也能够减轻经济放缓和地缘政治因素带来的影响 我只能说中国央行这种细心周到的举措 真让人感到安心了 最后香港股市大幅上涨 百度的助力也提升了盈利前景 香港股市连续两天上涨 恒生指数上涨1.1%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加强了人民币参考汇率 使得人民币升至4个月高点 这对中国科技和房地产开发商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百度更是在这波行情中大幅上涨 我只能说 这真是好消息不断啊 不仅股市上涨 还有百度的亮眼表现 以上就是我对这些新闻的观点和评论 现在我们欢迎观众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大家好 感谢大家来到今天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 今天的节目刚开始 对于我们很多在中国有投资的朋友来说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特别是如果您现在还有资产在中国的房市里 今天一早 中国整个房地产市场是出现了奇奇大涨这样的趋势 到底是为什么想要有没有关注到市场的有关动态 应该就是我们昨天有提到的这个所谓的50个白名单的一个政策 那这个虽然没有直接点名这个50个白名单 房地产企业50个白名单的政策和这个房地产概念股这个大涨的关系 但是一般都会认为这两个是有一个直接的联系的 包括最近在这个北交所的这个涨势啊 这种小企业的股票的涨势也是所可以用令人令人令人惊喜来形容 好 的确啊 那么除了政策面提振之外呢 融创中国大型房企呢 也刚刚宣布现在的离岸债务重组计划已经获得了通过 因此呢融创在香港的股价一天之内啊是一度飙涨超过百分之二十七 似乎呢是出现了政策层面某一种回暖的迹象 当然我们说啊 整个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对于房地产啊 你不能看一天两天还要看长期的趋势 中国房地产长期疲软下滑的趋势有没有止住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这个话题啊 等一会儿我们再为大家讲 同样是受到中国经济基本面数据的提振 再加上政策利好 人民币呢也是出现了我们叫做企稳的趋势 那么机构普遍预计今年年底之前啊 人民币可能回升到对于美元一比七啊 这样的一个汇率左右 当然了来自路透社的报道啊 也发现现在有大批机构正在买入人民币啊 似乎也是在对人民币的币值进行某一种支撑 除了币值层面的消息 除了房地产层面的消息 现在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中美关系迎来小迎春之后啊 对于中国入境的政策会有怎样的变化 我也特别注意到啊 一位长期居住在中国 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往返的观察者 就注意到啊 现在啊在海南岛有30天免签证入境政策 那么对59个国家都是开放的 因此啊他也开玩笑说 如果你要是啊冬天去度假的话啊 可以去海南度假几个礼拜 似乎听上去也不错 那么到底是哪59个国家呢 类似的签证放宽政策 在哪一些国家也适用呢 能不能请小杨来介绍一下 嗯这个上个礼拜这个习近平到了一趟 美国旧金山在参加这个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 提到一句哎要变要中美两国已经同意要推出更多便利 两国人员往来促进人文交流的措施啊 包括增加航班呀 增加中美旅游高层的对话 还有优化签证申请流程 可能这个新闻一出啊 让很多啊这个旅游业的人 相关旅游业者啊 也是颇为这个大呼惊喜 可能会会带动一波中国的这个入境旅游业 目前啊 其实是持中国以外的护照等旅行证件 前往中国免签能待最久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海南省 目前海南省可以允许59个国家的公民免签证入境海南 那么游客呢是只需要购买飞往该省的两个主要机场 一个位于海口 一个位于三亚 那么你买到一个这个往返的机票 并在飞机上填写一个入境表格即可了 那比较严谨的说法是包括美国 包括这个欧洲多国的这些公民 可以通过旅行社的邀请接待 还有单位邀请接待 或是自行申报等方式 由海南对外开放口岸来免签入境海南 但是呢活动范围啊是仅限在海南省境内的 那入境口岸是为海南所有对外开放的口岸 这个停留的时间就是刚才所说的30天 其实啊这个入境海南免签30天的政策啊 在五年前2018年就已经推出了 那么这个省曾经是要求啊 所有的这个免签的游客必须是通过海南省指定的旅行社 安排他们的这个30天内的一个行程 就是说啊你不可以说啊我自由行 我去海南待个30天 那在之前啊是不可以的 你必须是通过海南省的另一个这个旅游口 一个旅行社的这个渠道才能获得入境海南免签30天的资格 但是啊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也刚刚才李奇也是注意到 那么海呃有海口的这个移民的代理公司就说啊 该省其实已经更新了这个入境海南免签30天的政策 那你就可以通过旅行社也可以通过自行申报的方式啊 入境海南了 那么其实哎目前通过海陆空的方式前往中国免签的时间呢 从72小时到最长的30天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海南入境30天免签 可以免签进入中国的方式 还有那包括中国72至144个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你在中国境内的这个开放城市 你只可以把这个落地免签的地方作为一个中转的站 中转的站点 这个城市只可以作为一个中转站 那你必须买的是 比如说你从美国飞中国 那么你下一个目的地啊 那必须是中国以外的地方 那比如说日本的某个地某个地方 或是韩国的某个机场 如果你买一个往返机票去中国啊 应该是不能享受这个政策的 那除了这个中转的措施之外啊 进入中国免签的方式呢 还有从香港或是澳门啊 到广东省的旅游团 那任何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公民 是可以参加 由设在香港或澳门的旅行社安排的旅游团 那么进入邻近的广东省的特定城市 来免签入境广东省 但是这个时间啊 是144个小时 还有一个方式 免签进入中国 那就是坐游轮抵达 这个是需经由上海无松口国际游轮码头 抵达中国 那这个旅行团那至少得是两人才能成行 你由此进入中国 获得免签滞留的时间呢 是15天 那么这个比如说30天啊 去海南度个假 其实确实更正如李奇刚才所说的 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那在2023年年初呢 中国从疫情限制封锁中恢复 当时是不少人期待着旅游业 尤其是入境中国旅游业的复苏 然而呢 过了半年的时间 相关统计局的数据有显示 2023年的1至6月 北京市的入境游客仅为40万人多 不到41万人 不到2019年全年的11% 同期啊 这个上海市的入境游客数量为124万人 也仅占2019年全年的13.9% 综合来说就是像上海北京这样的 这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啊 在2023年上半年 入境人数仅恢复了十分之一 其实啊 党在这个境外游客 前往中国的第一道关卡呢 就是入境 入境呢 也有两大门槛 一个就是航班 一个就是签证 那么进入中国之后啊 那你还面对着一些诸多生活上 你可能之前无法啊准备到的一些细节 那比如说语言 比如说啊 你怎么去这个进行消费进行支付 这都是啊 呃这个中国以外的游客啊 持着这个中国以外的护照 进入中国有旅游的一个所谓的痛点吧 那么根据携程平台的数据 目前在中国有72%的境内酒店 是不能接待外国人的 如果你稍微熟悉一点 这个在中国住酒店 你肯定知道一个词叫做涉外啊 这个啊 比如说我你持着一个日本护照 你持着一个美国护照啊 你去中国玩啊 你去搜索订酒店的时候 你能选的酒店啊 基本上啊 和一些平价酒店相比啊 你能搜索得到的酒店都是一个 还是比较贵的酒店啊 这个贵的酒店呢 一般在中国也会被理解为一个 可以是涉外运营的酒店 涉外的意思就是可以让这个外国人订购住住 所以啊 这个签证好不好办 当然是这个阻碍中国入境游的一个需要讨论 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当然了解决了这个入境免签的问题之后 再去中国玩一趟 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 可能在一些外国游客看来 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 对于游客呀 还相对简单 近期啊 我也是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和美国一个著名智库的一个领导者啊 聊起他近期去中国考察的经历 他就跟我们说呀 说去中国去北京去上海这些城市 去每个地方感觉都非常好 不仅是人友好啊 整个城市呢 生机勃勃啊 看到中国近些年的变化 也觉得十分有感触 唯一让他觉得心里不太过得去的是什么呢 就是入境的时候 本来呢他是从事商务以及学术交流活动 有对方的邀请信 有对方部门的相关的这些文书都准备资料齐全了 但是到了这个海关边境的时候 还是被拉到了旁边的一个特殊房间 一等就等了好几个小时 仔细问一问身边的人呢 不仅仅是像他这样处于学术或者是智库机构 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 可能呢要被啊这个进行某一种特殊筛查 身边的外国企业的高管到了中国 也经常要额外走一道工序 因此啊我们也说 有的时候啊不仅仅是航班增加了 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签证政策放宽了 在对待外国人入境 特别是在境内与中国公民有平等待遇 这一边呢似乎可走可进步的地方还非常之多 有一位研究者啊也在推特上放出了这样一张图片 就讲到他在外国人签证寿礼大厅看到的一幕 说和好几年比啊 之前啊这个大厅老是满满的啊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来到中国 需要在这里办签证 现在呢整个大厅是空空荡荡 我们导播稍微找一找 这张图已经发给导播了 现在看起来啊是空空荡荡 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吗 这肯定有一部分原因 但是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也不妨我们想一想啊 那说到这个问题我也要请问一下和平先生啊 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张照片啊 平时的时候是满满荡荡的 现在看起来是空无一人 为什么现在外国人来到中国 似乎多了几分警惕和小心啊 中国现在重新承诺 要向外国人敞开大门 友好迎接四方游客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开航班 放宽签证政策 中国政府能做的还有哪一些和平先生 能做的事情非常之多啊 这个签证呢是一个老掉牙的一个政策 这种政策会越来越证明啊 非常的方妙 你去想一想 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别人有游客过来 帮助我们消费 帮助我们做生意 帮助做这个做那个 请多且不来 你居然还在签证方面设置很多的障碍 很多的国家其实慢慢慢慢都会在这方面走向开放 那么中国在这方面原来呢比较局限于什么呢 就是说跟对方的对等 就是说你给我多少天我也给你多少天 这个太傻了 其实你啊应该比赛比别人更开放 这样的话呢你的吸引力就更强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主要是两个病毒 一个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流行病毒 一个是政治病毒 政治病毒就是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从南到北 越左越好 越僵化越好 觉得中国人只有这种僵化 只有对外国人这种 就是居高临下 或者是设置很多障碍 才显示中国人崛起来了 其实呢崛起来是屁股 而打 其实中间就会给了他们一个响亮的哀光 现在无论是在北京 还是在上海在各个地方 外国人根本看不到了 你牛吧 你牛吧 外国人要去的全世界的地方多了去了 对吧 你居然在这方面设置这个障碍 现实就给了他们一个响亮的哀光 中国的好处是什么呢 穷则思变 那一看没人了 就开始调整 就是改变了 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 中国的情况啊 你不要看它烂 它烂就一定有可能会反弹 因为它是一个弹性比较大的一个国家 那么现在设置的这种所谓的 设备酒店 这都是太荒谬了 你现在到全世界 绝大多数的国家 你去住一个酒店 你问我是外国人 只能住这个外国人酒店 你不是很荒谬吗 对吧 当然一个外国人到中国的障碍现场 太多太多了 知乎的问题 包括住酒店的问题 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上网 对吧 就我讲了海南这个事情呢 我还是有一点感情的 因为海南最开始建省的时候 还没有建省我就去了 跟这个筹备的负责人 还有过交谈 梁湘当然是副省长 后来是省长 那么最开始他们建立的海南三十条 就是我独家给他们披露出来的 因为政策的设定正好是我的一些朋友 但是三十年之后到现在为止 海南在刚刚开始跟内地不太一样 按照当时的说法 就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 现在还是不够特殊 当然现在累了一个三十天 是吧 那其实应该就是我一再讲了 今年已经讲了 至少能够看到我们的明镜电视 华尔街电视 还算真正的开放 现在高屋啊 签证啊 这是一方面 我觉得要恢复也不是那么简单 你以为给了一个免费签证 大家PDP就来了 没那么盈意 还是要跟大家开放 好 谢谢和民先生的介绍啊 那么我们说啊 穷则思变 穷则思变 有的时候啊 你真的是佩服中国企业家的这一种啊 不走寻常度的精神 在外政策遇到阻碍了 就能找到绕过政策的方法 比如现在啊 欧盟对于中国的电动车 这展开了非常严厉的调查 欧洲呢也开始叫供应链本土化 怎么办呢 中国的电池供应商 干脆直接把工厂开到了欧洲 不是本土化吗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一个话题 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著名的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 现在呢是刚刚和斯塔兰蒂斯签订了电动汽车气啊 电池制造协议 而且啊这一次目光对准的是我们叫做磷酸锂电池 LpV电池 磷酸锂电池和我们一般说的涅积电池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简而言之啊 这个磷酸锂电池呢 它的效率较为低啊 这个行驶的里程较为的短 但是呢 它现在进步的非常快 被认为是未来五到十年 可能是造价最低 最有希望的一项技术 而用斯塔兰蒂斯首席执行官的话说 现在磷酸锂电池在我们欧洲的生产能力是多少 是零 根本没有生产能力 因此呢是引进宁德时代 让宁德时代在欧洲为斯塔兰蒂斯的下一代电动车啊提供电能 那我们也说呀 这个宁德时代啊 在整个全球的崛起啊 在欧洲在美国也是引起了一些抵触 其实不仅仅是宁德时代 中国对于整个电车上游下游各个领域的垄断啊 从矿产到下游直接卖出的电动车 都是引起了西方政策制定者的一些不安 而宁德时代呢 也没闲着 你们不是要搞供应链本土化吗 我就把我的电池厂开到你们各自所在的国家 现在宁德时代已经为特斯拉大众和韩国现代等多家汽车企业供货 可以说主导了全球电池市场 之前呢公司在匈牙利就率先推进了本地建厂的计划 今年一月在德国的埃尔福特也在开设工厂设产 那么在德国埃尔福特这一家工厂的主要是为宝马公司进行供货 其实啊本来宁德时代和福特公司也会有这样一个合资计划 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为大家介绍到 在密歇根州啊耗资三十五亿美元建立一个工厂 但是不幸这样的一个项目啊是引起了国会的注意啊 认为呢美国联邦政府给予电动车的补贴 不能为中国公司所享有 所以现在啊在密歇根州在美国的这个计划 反而是不了了之了 在欧洲的计划目前看来还是顺势推行 那么有关于宁德时代在欧洲建厂 我们看啊匈牙利建了德国建了 现在啊和斯坦兰蒂斯合作合作 在欧洲要新建一大批低成本电池生产的工厂 在美国却遭到了政治逆风 在密歇根州的这个工厂啊 现在不知道到底还能不能建得下去 那我想请问一下何明先生啊 你看不看好中国电池商在全世界的发展 换句话说现在在国内竞争愈发激烈化的情况下 中国电车出海希望胜算有几成 中国啊从最开始的廉价产品的出口 血汗工厂的出口 现在终于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层次 叫出口企业 为什么会出口企业呢 不仅是中国的制造能力啊 制造了品质 也就是当今世界可以说是最厉害的一个经济体 而这个经济体是无可逼敌 无可取代 至少在几十年之内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中国的管理能力 中国一方面是工程师 一方面是管理能力 那么管理的这些人呢 我是经常是跟他们有所接触 至少在十几年以来 老是跟他们聊天 我就发现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学习能力 他们无论是到欧洲 到美国 到日本 到台湾 到香港 到新加坡 到澳大利亚 到每一个国家 都想尽办法到那个学校去听课 去到企业去参观 这样一个管理团 对他居于 看到中国的武器小说一样的 就学下了天下大法 天下大法 在我看起来 有时候还是比较荒妙的 因为他们学的有些西方 有些所谓的管理的东西 其实在西方并不真实的存在 甚至可以说是停留在商学院或者毛校课程中间 但是在中国的实际中间 他就是把它美化了 他就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现代化的管理的方式 大家只是说中国有劳工 中国有政府的这个政策 这固然是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两大支柱 在企业管理里面是我无限的佩服 第一 工程师 工程师 他原理是把自己的技术的改造 原理在这个流水线上 不像在西方的企业 工程师是接着按照标准的进行的 真正的变改 它是很难进行的 因为他没有那个动力 因为营与出事 反而呢你得不到什么好处 而中国的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在这个八十年代我就开始注意到 很多的工程都有这个工艺科 工艺科 通过这种工艺的流程 它不断了这个优化 所谓的土办法 所谓的科技方法 我认为这个对中国的制作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基础力量 第二个是这个管理 这个管理 中国是几乎没有管理的 八十年代的时候没有管理 但是中国的学习能力 你告诉我 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 会有这么多的企业的小老板也好 年轻人也好 管理人才也好 去学习管理经验 他们居然可以花很多钱 去听各种各样的讲座 虽然有些讲座是很荒谬的 有些讲座是就是一个 一些尊教骗子一样的人物 但是呢 正是因为这种学习理解 在运行中间的不断的时间 使中国的企业管理也是世界第一流的 所以中国的这个企业不仅是简单的一个零代时代 这成不成功的问题 中国会有大量的企业进入到全世界领域 其实一带一路只是小事牛刀而已 现在的中国企业在墨西哥 在东南亚在欧洲 其实到遍地开花 只会你是完全为了政治的这个 这个屏障 否则的话 我认为中国的企业会在全世界 比很多的国家都最有竞争力 而且使这个原来的所谓突高 变成一个荒谬的笑话 好 谢谢和民先生的简介以及分析 我们说到企业管理 近期大家都在感慨 一个企业光有人才还不行 个个都是龙 有的时候就是龙吃龙 现在说到有一家企业 在过去一年可以说是抢尽了风头 近期却因为董事会和CEO之间 一些不明不白的关系和矛盾 让整个企业的生死命运都成了问题 说的是哪一家企业呢 其实也不能叫企业 说的是哪一家公司组织呢 就是OpenAI 那么昨天呢 我们也看到啊 不管是彭博社也好 还是这个纽约杂志也好 都对微软的总裁进行了专访 问及微软的总裁 到底内部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微软的总裁啊 作为是这个OpenAI最大的金主啊 也是一问三不知一摇头 说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也没有听说过任何消息 我们看到的是OpenAI 原来770多号员工中 有超过90% 是以辞职相邀 必须要解散董事会 重新让萨姆奥特曼回到公司 而微软这一边呢 据说是给所有从OpenAI 离职的员工 都开出了1000万美元以上的签单大奖 只要是转头到微软旗下的人工智能部门 先开出1000万再说 哇这个价码呀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呀 心中啊是又喜又陷啊 那么到底OpenAI内部出了怎样的问题 现在奥特曼的命运到底如何 OpenAI这一家公司是不是从此就进入历史的尘埃了 想让你了解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昨天我们还在说啊 这个尤其是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 可能是网上比较主流的所谓的这个OpenAI 公斗内斗这个政变的大气 是一个哲学问题啊 是一个是要无限加速 还是说要先关怀人类的一个这个理念上的冲撞 但是好像我的这个推测并不是特别的正确 因为这个两大所谓的两大理念的代表人物 互相是认错 并且还有一个这个互相的关怀的 这么一个在网上的交流的动作 那么其实我们再给大家复盘一下 在11月17日 OpenAI的董事会是可以说闪电 弹劾了他们的CEO 山姆奥特曼 引发了投资者呢和这个OpenAI内部员工的巨大的不满 那经过这个上个周末整整的博弈啊 已经是过去24小时 这个风云突变的一个进程 这个山姆奥特曼可以说说上演了一个 所谓的王者归来的一出戏啊 那其实他之前在他的推特上 在周末中还晒出他回到这个OpenAI的时候 还他佩戴的这个门禁卡 显示的是一个课访客的一个门禁卡 可能是也显示出他的某种不屑 但是现在在OpenAI的公司内部有超过700名员工 表示啊愿意去继续追随奥特曼去微软工作 那就连被认为是这个政变始作俑者啊 被认为是这个奥特曼对手的首席科学家 伊尔亚这个苏兹克维啊也有一个服软认错的这么一个声明 声明了那700人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几乎是占据了OpenAI现有员工总数90%的这么一个人数 所以说大家都一头雾水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到底是这个元凶到底是出子是哪一个人是这个幕后的始作俑者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啊这一出闹剧也好 内斗也好政变也好 要说这一出大戏到目前尘埃落定肯定还为时尚早 那OpenAI目前是会并入微软还是会这个有什么样的走向 哎可能还没有一个定论 呃目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微软和OpenAI的关系呢 我们都知道微软是投资了OpenAI啊可能也是可以以此啊 他也有获得一定的利润 但是呃根据目前啊就我简单的一些了解呢 这个微软啊是从OpenAI获得了某种这个获利封顶的这么一个 概念他能获得的利润呢是有限的 哎所以啊目前呃综合在我们上节目之前的一个最新消息 微软的这个CEO纳德拉最新的一个表态是 哎不管奥特曼最终去向如何啊 OpenAI的公司架构是需要大改 纳德拉说啊我们不喜欢看到这样的一个突发重大事件 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这会让我们的利益严重受损 所以说那综合纳德拉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采访中的一个 声明也好或者是他的一个说法也好 他可能是更希望啊这个奥特曼能够回到OpenAI来继续担任这个CEO 纳德拉是这么样的一个态度 那再回到24小时前啊在创始人奥特曼突遭罢免啊被弹劾之后呢 一开始是有约近500名的OpenAI的员工集体写信抗议是威胁要辞职并加入奥特曼在微软的这个所谓的新的团队 在昨天我们也跟大家分享的那封抗议信中是这么说的 那OpenAI呢想要留住这些员工除非是董事会集体辞职并让奥特曼以及前总裁这个布鲁克曼重新回归原来的职位 在这封信中啊还写到啊你们董事会解雇奥特曼并将布鲁克曼从董事会中除名啊这些举动危及了我们所有人辛苦建立的工作成果 并破坏了我们的使命危害了公司你们的行为已经表明目前的董事会是没有能力监督OpenAI的 但是在随后这个事情的发展可能也是出乎了一些人的预料 联署这封公开信的人数啊在过去的24小时是不断增加的那我们也提到了是有700多人是联署签名 目前OpenAI的总员工数量是770人而令人感到颇为意外的是董事会的成员之一啊也被认为是奥特曼意见 与奥特曼意见不合的这个首席科学家耶尔亚苏茨克维也签署了这封公开信 刚才的一封一个截图也显示了苏茨克维呢还罕见的在这个X上 向奥特曼发帖认错啊他说啊他也我很后悔参与了这次董事会的行动 我从未故意想伤害过OpenAI我们热爱一起创造的工作成果 会尽全力让公司重新团结在一起 所以啊这个这一幕在过去的24小时呢也是让大家非常的一头雾水 因为奥特曼后来啊也转发了苏茨克维的这条贴文啊 刚才也看到了他还送上三颗红星的表情 此外呢还有很多OpenAI的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刷屏说 呃他们都是扣呃都是引用了一句话 OpenAI离开了人人才什么都不是呃显示出了某种团结 那奥特曼自己啊也转发并回应了员工们的支持 呃目前来说谁是赢家那可能能肯定肯定的是呢 微软可能是赢家之一 但是OpenAI现在的这些团队成员究竟会集体加入微软 还是在换把这个OpenAI的董事会全部换掉 换完之后啊继续留在现有的OpenAI的公司架构下 哎目前是没有一个定论的而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纳德拉 在20日发文也说我们是致力于与OpenAI的合作伙伴关系 并对啊产品路线图啊继续创新能力 以及继续支持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充满信心 是纳德拉在这封发文中也说期待是这个艾梅特希尔 也就是OpenAI现在的临时CEO新领导的团队与他们合作 那么虽然纳德拉在这封发文中提到了这个新的CEO 最后呢在接受电视采访时 纳德拉又表示是希望奥特曼回归OpenAI继续担任CEO 所以这个也让一直作为这个看戏的群众的我 吃瓜群众的我有一些没有厘清到底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在很多观察人士看来无论是奥特曼最终回归OpenAI 还是在微软所谓的另起炉灶 那微软可能都是要一个笑到最后的赢家 那另外一边啊除了我们昨天提到的这个英伟达 也是在这个OpenAI内斗之际啊开始公开抢人之外呢 我看到的Salesforce还有一些大的这种美国的科技企业啊 也开始公开发文去招募OpenAI现在的员工说你们来啊 我们这边有很很丰厚的一些这个这个入职这个合同大礼包 就等着你们来签了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在我来看还是有一些一头乱麻的状态 不过可能在CEO最新的这个微软CEO最新的一个发言来看 他可能还是希望在这个突如其来的一场闹剧之后回归到原来的状态 可能才是最好的 嗯好谢谢小杨的介绍 那么有关于OpenAI的这一出事啊 我们也继续为大家关注 特别是这样一家年轻公司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能够度过难关啊 当然我们也说根本问题啊还是OpenAI这个奇葩的组织结构啊 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似不像啊 你到底是一家非盈利机构 你还是一家盈利机构 你这个沙姆奥特曼到底是一家科技企业的啊 创业CEO还是啊仅仅是董事会旗下雇佣的一个管理者啊 到底董事会说了算 还是啊像一家非盈利机构这样 还是微软你最大的输金来源说了算 种种问题说不清楚 似乎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也是迟早的火山爆发啊 那么说完了科技相关的话题啊 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外交上来 昨天呢在我们华尔街电视的华尔街智库了嘛 我们是率先为大家播放了来自CSIS智库 几位学者探讨习近平和拜登峰会的一段视频 其中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甘斯迪啊 其中呢也有这个我们也经常介绍的布兰切特 还有另外一位啊女士啊 邦尼林也是经常研究中国和台湾问题的学者 他们在谈及习近平与拜登这一次峰会的时候啊 布兰切特先生就说啊 说觉得这一次峰会的结果是超乎意外的积极 整个峰会所呈现的氛围和语气都是相当柔和 他这里指的是习近平又说呢 他看到习近平不管是在会中还是在会后啊 都显得相当的高兴 那么这样的一个形象啊 其实不仅仅让习近平发表商界晚宴的时候 坐在底下的西方投资者觉得和自己印象中的那个刻板的习近平印象不太一样 让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智库专家和学者也觉得颇感惊讶 因此啊我就要请教一下和平先生 这个习近平的形象打造是不是的确换了思路能坚持多久 你认为他的这样的一个让外界觉得啊喜处望外或者是意想不到的演讲 其中到底隐藏了哪一些中国现在希望向美国传达的信息 第一点是在这个峰会之前啊 我们在华尔街论坛里面做出了一个跟西方媒体跟绝大多数人一个根本不同的一个判断 也就是说了认为这次的峰会有突破啊不仅是具体的成果那都是小事情 两国的领导人经过了这么多的麻烦经过了这么多的冲突开始走在一起来讨论问题 这个本身就应该确定成为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第二点是通过这个事情啊虽然未必能够真正改变啊世界的大的这个局势 这个我们不要把它想象的太大了 但是呢从现实层面所发现的这个习近平是一个可受程度非常高的一个领袖 也就是说他可能可以很霸道可能可以很僵硬 他可能可以很意识形态化和民族主义者 但是有可能他也跟大家的价值没有本质差别 也有可能他也是可以演讲的人也有可能他也是可以打动人心的人 这就是这个国家在产生变革时候的丰富性已经远远超过大家原来的传统上的认知 因为大家把中国看得太单一了一点 那么现在习近平所呈现出来的恰恰就是他的伸展性 他的可变性 他的可合作性 当然西方有没有准备这么好我也不知道 习近平是不是真心的完全转向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他就通过这样一个演讲和后来的一些互动和跟班农总统的谈话 你就会知道 他不但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人物 而且他是一个弹性非常大的一个领导人 这样一种领导人 带动一个国家的崛起一种变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是像过去这些年 这些媒体给这个民众所产生的那种误导 认为这是一个文化程度很低 这是一个吹牛 这是一个直直到意识形态的人 我相信最近几天呢 我就在盯着西方的这个媒体在看 我看看你们这些人 当年 或者就早几天 你们还在居高凌下 自以为上 在评论这些中国的问题 现在我看看你们怎么评论 现在看来看去 还没有等到新的文章出来 当然我有时候还能够理解西方的这个媒体 因为西方的媒体 毕竟中国大陆新闻封锁太厉害 他们要了解中国 还只能按照他们原来的价值观 原来的观察 那我们中国人呢 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 比西方走到还要荒谬 还要极端 还要简化 那么假如你是一个习近平的反对者 你这么去把对方描述到这么不堪 现实讲完全给了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样子 你有什么能力 准备有点新的办法去对付这样一个领导人 假如你是个反对办 假如你是个批评者 你应该抓住习近平 他未必存在的缺点 而他真实存在的缺点 你有没有抓出来 很显然这些年的荒谬是无法想象的 就像二十大之前 这么多的人居然相信所谓的习下礼上 这种方妙的谈不上的东西 那可见 现在人们对中国的这个认知啊 已经方妙到什么程度 无论你是在海外 还是在中国国内 包括在中国国内 不要以为在中国国内的人 就了解什么中国的真实的情况 很多人就在走向了一段极端化 跟西方的某些极端 没什么本质差别 这是一个呢 习近平的这样一次出现 应该给大家对中国的问题的认知 有一个新的一些 有没有新的改变 我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对于想改变的人 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形象 但是要说到习近平的这个演讲 的确是呈现了某些人性化的特点啊 但是要是说和我们 比如说看到一个美国政客的一个演讲 或者是一个西方政治家的演讲 给我感觉最大的就是说吧 他还是自争俱拙的有一点过分 比如昨天啊 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感恩节赦免火机会啊 拜登总统呢正好是他的生日 他就跟在场的人开玩笑说啊 哎呀总在生日这一天呢 赦免火机这是啊很巧合的事情 哎我今年啊61岁了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把自己的年龄呢少说了20岁 再比如拜登总统在赦免火机会上 又搞错了两位著名女星的名字 一个是Tater Swift 这一个是Ritney Spears 两个人呢相差年龄可能相差二三十岁呀 但是都是当今啊 当今和二三十年前当红的这个流行女歌手啊 流行女天王 结果拜登总统把名字就说错了 当然是会受到反对派媒体的攻击 但是呢 哎也有某一种随性和率真在里面 据说习近平这个演讲啊 你别看他讲的轻松 讲到了自己在爱俄华的时候 住的那一家的房门号 讲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在旧金山大桥下 照的这一张照片至今留在自己身边 似乎是讲个人情感 讲得非常的真挚轻松 但是据说三十分钟的演讲啊 自真俱拙反反复复 修改稿件总共是修改了一年之多啊 这个其他的行业我们不知道啊 那至少我们新闻媒体你要是写一篇稿写一年多 那估计你就是啊已经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失业局排队领这个这个失业救济了啊 怎么看这个问题 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 能够比较正常的面对 先不说西方媒体啊 面对自己国家的媒体呈现出某一些 不那么自真俱拙 不那么每个字都都咬着牙关不能说错 这样的一些特征 习近平是不是应该有可能会犯错误 是不是可以犯错误 对你这个话题啊提的非常好啊 西方的领导人呢不管怎么样 都把能够当上议员当上总统 当上部长的人首先有一关必须 啊就是部长啊就是不是就是部长 可能还不未必要政治任命 就都说明显官员他都有个基本台证 他就是考试挺好的 而且考试挺好里面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经常出错 经常出错啊是魅力所在 为什么 就是因为观众啊其实一般搞不清楚那些政策 搞不清楚中美关系 甚至连本国的关系都搞不清楚 但是你出个丑 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你丑出的越多 他就可能反而记住了 所以为什么极端主义 你能够在民主社会里面越来越流行 甚至成为一种选举文化就是个特点 最怕就是没人知道你 最怕你讲了半天 没人知道你在想什么 就让这个明星 港特的明星呢 我就觉得很奇怪 大陆听说也是这样啊 就是为什么一下子有这么多的这个情色新闻 难道你们整天都在乱搞吗 对吧 那我也多说认识一点这种人 在现实中间有些人就是普通人 有些人身后足复 其实讲老实话 跟正常人没什么 他在那本质撒边 有些人还相当的保守 那我们知道有一个 有一个我们在这个媒体部门 有一个部门叫八卦部门啊 就是影视版 影视版的人呢 他写文章都写得太八卦 所以我就有时候跟他们聊天了 他们说其实啊 你就不懂 这个里面啊 如果你没有一点这个黄色情啊 或者是下流的 或者是冲突的新闻 他就根本不知道你 所以这也是一种传销的手法 我不是说中国领导人要学这个东西 而且中国领导人需要首先顾一个官 就是说了 世人都会犯错误 是正开讲话 如果你在走向这种人性化的行为的时候 有时候犯一点错误 有时候讲的真话 尤其是自嘲 反而会成为你的这个力量 你像拜登总统 大家知道 现在简直是再不能 美国现在最大的一个谜啊 就是他老人家什么时候宣出 就是我不学了 培养年轻人 但他在这个时候 为了显示说 我还年轻 说我61色了 你说这句话 还是很有技巧的 但是这种技巧 在西方政客的名字 那简直是小在一跌 因为大家都玩这个东西 但是这一次 习近平注意说 自己的手比较小 不能打篮球 然后说呢 中国的队 跟泰国队赢了以后呢 这是侥幸的 我没有信心 这才是真正的自信 一个成功者 你就发现 有很多成功者 你跟他私下聊天的时候 或者他公开演讲的时候 都会讲自己怎么蠢 都讲自己怎么怎么样 对吧 不会去吹自己怎么成功 很多成功的 其实都是这个得点 他为什么赶着脚 就是因为他的自信知道 这些确定在他的成绩面前 反而会成为他的一个料 所以我觉得中国领导人 首先要学会犯错误 对吧 比较习近平 在农村里面搞了那么多年 大家谁在乎他做过什么事啊 他说一斤挑了多少里啊 大家都记得住 对吧 这就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东西 好 谢谢和民先生的这个解读啊 所以有的时候 你不要说200斤不换肩 你说这个走了两里路就累的 直不起腰来了 对 反而让人觉得更可爱一些啊 是 但是啊我们也说啊 另外一位参与CSIS讨论的人士啊 叫做甘思迪先生啊 他也是一位非常有洞见的 研究中国的学者 他就提出了一个看法 说不要老是纠结 到底是拜登求着见习近平 还是习近平面对多大的压力 求着见拜登 实际上两位元首是互相需要 而在讲到中国的问题的时候啊 他也特别讲到了一点 就是的确现在习近平需要国际上打开某一种局面 中国国内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啊 说这个这个政坛风云变化啊 习近平出门的时候国内被政变了 目前看来啊 显然是没有实现 但中国的经济问题 现在的确是十分关切的问题啊 那么今天早上很多网友都注意到来自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 说年内呀外国投资者流入中国股票的这一部分价值 百分之七十七都已经清空出逃了 这个数字啊 一听吓人一跳 年内百分之七十多的股市资金都外逃了 是不是大家真的是完全背弃中国市场了 这个数字到底应该怎么解读呢 今天在华尔街财经栏目呀 我们先为大家开一个头 在稍后在今日华尔街的华尔街解析栏目中 我们再详细为大家讲这个背后的快钱进出的道理 我们首先说百分之七十的资金外逃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今年年初的时候啊 实际上如果大家回看当年的数据 很多的交易员都在压堵一件事情 就是疫情迅速放开之后 中国的经济会出现大反弹 因此在年初的时候是有一大批快钱进入了中国市场 快钱进入中国市场就开始等政策什么时候来 结果发现关于房地产的政策 关于政府伸手扶植经济的政策 一个季度过去了一个季度过去了 总是说的差不多 中国始终是没有拿出大水漫灌的尽头来 真的是撑经济一把 反而是出现了复苏疲软 特别是消费段 复苏是大大不及之前的预期 这个时候交易员就开始坐不住了 坐不住了之后 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就出现了资金返逃 这样的趋势 那么现在呀 基本是已经年内进来的这些快钱 百分之七十多都已经出去了 你说这是交易员背弃了自己 这个对于中国市场的信心 还是由于年初进来的那一笔钱也是投机性的 现在出去的这一笔钱也是投机性的呢 恐怕如果您了解资金运作的规律 第二种可能性所占的比例并不小 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你没有必要等着中国市场出现复苏的迹象 为什么放眼现在亚洲地区其他的市场火热的烫手 比如韩国市场 比如台湾市场 比如东南亚 比如印度 比如旁边的日本股市都出现了上升年内上升了超过十个百分点 与这一些股市相比中国的股市年内已经下降了超过十个百分点 即使你知道明年中国的市场会复苏 你没有必要现在蹲着中国这守着 可以现在把资金搬一处其他处 我们也知道这些资金是跟着回报走 哪里有回报资金就追随到哪 这是另外一个因素 因此大家可能会看到这样一段矛盾的景象 一方面是看到股市资金纷纷是清出 交易员等待出现强劲反弹的迹象在买入 但是我们看各大机构的估计 往往对于明年中国股市反弹是给出了较高的预期 比如我们看到高盛的最新分析预期是由于中国企业盈利增加估值不断上升 明年年底这个时候的时候 沪深三百指数可能比目前的水平要上涨百分之十七 而同时摩根大通也预计可能明年中国股市 会出现两位数左右的增长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现象呢 第一是我们刚才说的资金有很强的投机性 哪里有眼前的到手的水果就先去吃哪里低垂的这样的果实 没有必要等着中国经济复苏 特别是在现在还没有出现迅速复苏的迹象的时候 第二就是这个回报率是相对而言的 美国市场的回报率高就可以跟着美国走 亚洲其他地方的回报率高就可以投向亚洲的其他市场 钱是我们叫做这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钱也有这样的一个规律 有关于这个问题我看到最精荡的评价呀 实际上是来自于北大光华的一位教授 他是一位这个外国人叫做迈克尔帕蒂斯 是一位美国人他就讲说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外国投资者呀对于中国股票已经是投机者占了多数 而这样的现象正是中国央行此前负责金融稳定的部门 所多次警告的他们认为从中国资本大量流出 像中国资本大量流入可能导致叫做高度顺周期加剧这样一个现象 言外之意就是经济好的时候大家呼啦呼啦的买 结果把这个经济炒得更热 那么市场不好的时候大家又呼啦呼啦都卖 结果本身情况没有那么坏 显得更加的糟糕 那我们说对于中国金融市场本来应该是有两种投资者的 一种是叫基本面的长期投资者 还有一种啊就是关注短期市场预期的 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种投机性的投资者 现在显然看来啊是后一种占了上风 那么为什么关注基本面长期投资者的人现在是被挤出了 或者他们的声音占不到上风呢 帕迪斯教授分析这呀还是由于不确定性本身 以及经济信息质量出现的下降 大家对于中国长期现在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 是打上了一个问号 因此即使是想投注中国长期发展机遇的 现在也不敢贸然入场 放眼看去 场间全部是关注短期变化的投机性的投资者 更加剧了市场的波动 理论上来讲有关注长期趋势的 而长期趋势经常会出现中轴逆反的现象 有关注短期趋势的是加剧市场的周期性变化 那么可能会形成某一种波动和抗衡 这一点呢有关于短期投机呀 在博弈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现象 就是凯恩斯所说的选美比赛 什么叫选美比赛呢 一次选美比赛 大家都投注自己认为最应该获胜的选手 但是这一次选美比赛 你不仅仅是投注自己心目中最漂亮的选手 你也要想其他的人认为谁最漂亮 因为最后大家投票给谁最多谁就胜出 光是我认为谁漂亮还不行 我还得想别人是不是也认为他漂亮 因此我所投注的不是我认为最漂亮的人 而是我认为市场的其他参与者认为最漂亮的人 甚至如果我是一个高阶推理者 我投注的可能是市场上其他的参与者认为的 市场上其他参与者认为最漂亮的人 周而复始等等等等 这就导致了预期的自我叠加和自我重叠 当然了对于中国而言呢 外资始终在市场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小 那么对于整个国内市场的运行的变化也有限 相对来讲不至于出现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 这种热钱把整个经济搞荒搞垮这样的情况 但是这样的热钱在世界上的很多其他地方 可以说对于宏观经济的自主权 都造成了非常大的侵蚀 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有自己的货币主权 有自己的货币体系 也有以本币计价的主权债务 怎样抵御热钱快进快出呢 这就要说到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就是资本控制 中国是长期有着非常强大的资本控制 现在是成为了金融不开放的一个标志 备受外界诟病 但是遇到风险的时候 资本控制可能会成为本国宏观经济的某一种保护网 因此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多种层面的理解 在今天稍后的华尔街解析栏目中 我们再为大家详细介绍 凯恩斯所说的选美竞赛 以及自我实现的预期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了简单谈完经济问题 咱们再来回答 我的首先就是提醒大家 刚才李奇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他所谓的77% 是今年急速投入中国市场的77% 并不是真正的 不是存量 这一点大家应该注意 第二个是这种投资叫键盘投资 就是说键盘来了 他认为好了他就来了 他认为不好就走了 明天他可能加的尾巴 尾巴都不要加他就回来了 这个数量太少了 数量在多少 251个亿 这种在中国的市场来讲 能起什么作用啊 但是对于东南亚 对于这个当时澳的南美 之所以出现金融危机 之所以南美现在都掉到线顶出不来 就是他们对直接的键盘投资 依赖太强 自主性太弱 而中国这方面 所以你看今天时报 你看这中国完蛋了 对吧 70%的外资团逃跑了 不是那么划上 所以李奇刚才的这么一个解释 里面有关键性的一句话 好 谢谢和平先生的进一步补充啊 下面咱们再来聊一聊 人事相关的消息 这一次啊 习近平与拜登总统 在加州的庄园兜会面的时候啊 大家马上就看啊 中方代表来了谁啊 看到了蔡奇看到了王毅等等等等 在下手啊 还有这样的一个平时我们不太见到的年轻人 哎一看美方给的名单 这个人哪叫做吕露华 上面的职称写的叫做习近平主席秘书 吕露华是谁 平时习近平身边的秘书是谁 这个吕露华为什么和这一些秘书不一般呢 今天在华尔街人事这个环节啊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 这个吕露华到底是何许人也 想要之前呢也研究了很多有关于吕露华的资料 能不能简单给我们讲一下他背景如何 嗯如果这个我说错了 请就何斌先生给我纠正啊 这个吕露华应该是属于习近平的外事秘书 呃这个外事秘书和习近平的秘书之间 应该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时间回到上个礼拜啊 这个在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月15日在旧金山这个的费罗利庄园 来举行一个这个长桌会议的时候 你会发现哎 那美国这边呢 包括的是拜登 这是美国总统 还有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 以及商务部部长雷蒙多 还有这个安全顾这个国安顾问沙里文 以及这个资深的经济政策顾问 这个布雷纳德 还有气候特使克里 以及国安会的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 那再回到中国 还有这个中国驻中国的大使伯恩斯 以及这个国务院的亚太这个 副国务卿康达等等等等 你会发现哎 在美国这边啊 其实是他囊括了外交 不只是外交 那还有包括经济啊 这个气候啊 各方面的一些这个高官要员 而在中国这边呢 哎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中国这边 习近平带领的团队啊 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啊 这个中央办公厅的主任蔡奇 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王毅 还有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 江金泉 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这个政诈杰 以及财政部部长蓝夫安 还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以及外交部部部长马超旭 驻美国大使谢峰 还有就是习近平的主席的这个秘书 吕露华 外交部部长的助理华春莹 还有外交部的北美大阳司司长 杨涛 还有外交部北美大阳司副司长 这个郑力娇 那么参加会谈的这个习近平主席的这个外事秘书 吕露华综合来看 他在这个他的这个机构里的排名呢 应该是在外交部的这个副部长马超旭和谢峰 以及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之间 那么综合过去的新闻 其实在一年前的这个习近平拜登啊 在巴黎岛见的那一次这个习拜会上 吕露华就已经出现了 你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如果没有弄错的话 应该是在巴黎岛上的那一次这个中美双方的一场会议 那么吕露华本人啊 其实已经担任习近平外事秘书多年了 目前啊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等级 他是部级还是副部级啊 那可能等会要由何彬先生来点评 但是先来简单的说一下吕露华的简历 他是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历史系或硕士学位 那随后他就进入了外交部工作 曾任政策研究司的综合处 战略处处长以及驻肯尼亚大使 大使馆的阿尔密 以及驻欧盟的使团参赞 那么他是1970年生的一个人 到现在应该也才这个43岁42岁的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网上关于吕露华的这个简历 或者关于他的信息啊并不多 其实在一年前在这个巴黎岛上习拜会期间啊 就有媒体发出一个疑问 哎这个呃LV 陆华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啊 虽然他的这个名牌上写的是习近平主席的一个秘书 但是这个他应该是属于外事秘书这个等级 那习近平主席的外事秘书和秘书又有应该应该是有一个怎么样的职责上的差别啊 那么我可能还要请何斌先生给我们呃简单的介绍一下 或者是说呃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外事秘书和这个日常秘书之间的区别 因为我在这里啊确实也没找到吕露华更多的信息了 嗯因为他这么年轻了当然不可能有更复杂的这么一个履历啊 就是说他96年已经在毕业嘛 所以相当的这个年轻 从排名来讲呢他排在这个华春莹之前 那你给人的感觉他是不是级别很高 我倒是认为未必啊 因为他是国家主席的这个秘书 所以他在排名的时候呢 可能在这个时候考虑就超过了这个华春莹 但是在实际过程中间他未必一定是个副部长 或者是一定是更不太可能是个部长 这是因为他的名字比如说彭立元对吧 你说彭立元的级别是政治主长委还是政治主委员呢 但是他在排名的时候就是习近平彭立元 原来或者是蔡奇对吧 所以这个里面他有一种复杂性和联合性在这个里面 那么习近平的秘书很多啊 这么有外事秘书有军事秘书 有生活秘书有政治秘书还有各种各样的秘书 包括这次来的将军权也是个秘书 因为将军权就是负责写稿的 但是将军权我就打死的不相信他能够写出这个稿子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从他开的记者会和中央研究时那种对吧 那种僵化那种意识形态化 我不知道为什么带他来 我简直觉得荒谬至极啊 我也不知道王滬宁是害习近平啊 还是怎么样搞这么一个人物的当中央研究时主任 一般当中央研究时主任被认为是笔杆子 笔杆子很厉害 就是有思想 往往都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王滬宁当然应该算 这个将军权怎么都不应该算 我不知道这个讲稿 所以按照李奇的说法已经准备了一年 当然这是个形容词啊 只是说原来准备这个讲稿 大概有一年 最后面怎么变成这个稿子 相信有很多的细节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我要来讲一讲就是习近平的 这一次的用这个外事秘书来看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非凡的人物 就是看起来应该是的 因为他至少在这个里面 没有起到一个非常糟糕的作用 因为外事秘书在这个里面 还是扮演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角色 也许他年轻 也许他有很好的导师帮助他 因为大家注意到他去过一个部门 就是在这个外交部的这个政策誓 外交部的政策誓里面出了两个人 一个人就是今天的我们经常批评的外交部长王毅 一个人就是大家非常欣赏的批评比较少的蔡典凯 蔡典凯在纽约回去以后 就担任这个外交部的政策研究室的主任 开始是副主任 后来是主任 当时的主任就是这个王毅 王毅我们批评他把主要是早几年搞这个战狼外交 尤其是在加拿大骂我们记者同行 那我就对他有点记仇了 但实际上呢 王毅在这个日本当这个大使的时候 注意一些人跟他接触的时候 说这个王毅真是有几巴本事 第一呢还是算千千尊子 第二呢他是真是懂业务 真是懂业务 但是他因为被这个战狼表现我们气晕了 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这一次习近平到美国来实际上还是有各方面的阻力的 这个阻力还不止来自于美国的不确定性 内部也有很多的分歧 我们在有一期做这个华尔街论坛的时候 李奇正好不在 我和小阳坐在其中一条 我们就讲的北京市场在犹豫 到底来不来 其实我们这个消息也并不是说空下来方 是真的慢慢得到了这个共识 确确实实实内部有一些争论 而这个争论里面最后面起关键性的这个作用就是外交部 又没有外事秘书 那只能起一个小作用 真正的作用还是这个王毅 所以从王毅的跟沙利文谈话 到美国来谈话 他应该是比较大的这个推手 火力的话 他随便做一个举动 可能习近平就会听他的 因为他则是真正掌握这样的情况 然后用一个外事秘书来 我觉得也反映出了中国今天在国际上的这个重要性 以前的国家领导人出来啊 其实未必大外事秘书 即算是大外事秘书 都会没有名字 就用其他的名字来取代了 或者他的办公室的主任 基本上看不到 这次把外事秘书提在这个前面啊 也可见这个重要性 有可能他未来是有机会的 因为现在习近平的那个几个秘书 一个秘书叫钟少军对吧 已经是在解放军当这个办公室主任了 所以这个人也许在外交部 外交系统未来可能会升起来 好谢谢和民先生的解读啊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重点介绍 内容就这么多了 感谢卖团 感谢天天感谢如是我闻 感谢艺人 感谢云水 谢谢这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支持 稍后后二级联报继续为您关注 过去24小时的最新新闻 以及其他评论和精彩内容 观众朋友好 这里是六度解析 据金融时报消息 今年前七个月 超过四分之三的外资流出中国股市 尽管北京政府试图恢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信心 全球投资者抛售了超过250亿美元的股票 这导致离岸投资者的禁购买额 降至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与香港和中国内地市场相连的股票通计划 迎来首个完整年度 缺乏中国领导人有力的政策支持 使得全球机构投资者选择等待 直到中国经济增长足够强劲 使其市场在亚洲地区竞争力增强 一位香港投资银行交易台的负责人表示 由于其他亚洲国家如日本、印度、韩国、台湾的市场表现强劲 目前的共识是我不需要在中国 即使在那里也会拖慢我的投资组合 2023年初 全球投资者以创纪录的速度购买中国股票 预计中国经济将在放弃零COVID制度后复苏 然而 由于对中国房地产部门流动性危机和增长数据失望 外国基金最近几个月积极抛售头寸 根据金融时报的数据 今年以来 境外资流入中国股市 从8月初的峰值2350亿元人民币下降了77% 仅为547亿元人民币 JLL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Bruce Penn表示 中国政府对陷入困境的私人房地产开发商 提供更多支持的承诺打击了市场信心 尽管类似的承诺已持续一年 外国投资者的抛售 推动了今年以来 上海和深圳上市公司的CSI300指数以美元计算 下跌超过11% 而日本、韩国和印度的股票基准指数 则分别上涨8%至10% 据高盛估计 今年金融机构更偏好印度和韩国市场 净流入分别为123亿美元和64亿美元 对韩国股票的全球购买 让首尔有望迎来自2019年以来的首个年度 境外资流入 尽管华尔街最大投资银行的股票策略师 预测中国股市在2024年将表现更好 但对于收益规模的预期存在较大差异 高盛的分析师预测 由于中国公司的盈利增长和估值上升 CSI300指数将在明年上涨约17% 摩根士丹利的策略师预计未来12个月 中国股市将上涨7.5% 但警告称如果政策制定者不更积极支持增长 不能排除减少分配和资金撤离的结构性变化 香港一位交易台的负责人表示 对于管理10亿美元基金的投资组合经理来说 是什么促使他们将其中的10%重新投入中国呢? 答案是良好的长期增长预期 如果无法获得这一点 投资者将不会涉足 六博士认为 文中提到的热钱快进快出现象 反映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短期投资趋势 以及他们对市场的敏感性 以下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些观点 市场敏感性 热钱快进快出 表明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快速反应 在短期内 投资者可能更注重市场的短期波动和风险 而不是长期潜在收益 政策和市场信心 外国投资者可能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措施和市场状况产生强烈反应 政策的不确定性或者未能达到市场预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流出 而相反的情况可能吸引更多热钱流入 资本市场争夺 外国投资者的热钱快速流动也可能受到其他亚洲国家股市的吸引 如文中所提到的 其他市场如日本、印度、韩国等在某些时期可能更具吸引力 使得资金更容易流出中国 长期投资考虑 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投资决策可能受到整体经济、企业盈利和估值等因素的影响 如果投资者对这些因素持乐观态度 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长期持有 而不是进行频繁的买卖操作 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文中提到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快速抛售 与对房地产行业的流动性危机和增长数据的担忧有关 房地产行业的健康状况 可能对投资者的整体信心产生深远影响 总体而言 热钱快进快出现象显示了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敏感性和对多种因素的短期关注 长期投资者可能会更加关注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政策稳定性 而短期投资者可能更容易受到市场波动和事件的影响 热钱、hot money流入和流出可能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因素 但通常并非唯一原因 热钱流动主要指的是迅速大额的跨境资金流动 这可能对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短期冲击 以下是一些历史上因热钱流动而导致金融危机的例子 东亚金融危机1997年 这是最著名的因热钱流动导致的金融危机之一 泰国于1997年7月宣布浮动汇率制 并很快遭遇大规模的热钱外流 随后 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也受到波及 这场危机导致了亚洲地区的货币贬值、股市崩溃和金融体系的动荡 俄罗斯金融危机1998年 俄罗斯在1998年8月宣布贬值卢布 并迅速面临大规模的资本外流 短期内 外国投资者撤回了对俄罗斯的投资 导致了国家的金融系统崩溃 这场危机迫使俄罗斯政府寻求国际援助 严重影响了该国的经济 巴西金融危机1999年 巴西在1999年初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 部分原因是热钱的快速撤离 外国投资者对巴西的担忧导致了实际上的货币贬值和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 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 这是早期的一个例子 虽然不是完全因热钱流动 但资本外流是危机的一部分 墨西哥在1994年底宣布不可持续的汇率政策 导致了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和墨西哥比所贬值 这场危机波及到整个拉丁美洲地区 这些金融危机通常是多因素的结果 包括不可持续的经济政策 汇率问题 债务水平过高等 热钱流动可能是触发危机的因素之一 但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往往更为复杂 中国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减缓热钱快进快出的影响 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抵御外部冲击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举措 强化资本管制 中国可以通过加强资本管制 限制外资的短期投机行为 这可能包括对资本流动实施更加灵活的监管措施 以防止大规模快速的资金流入和流出 改进外汇政策 中国可以通过实施更加稳健的外汇政策来稳定汇率 这可能包括更加谨慎的货币政策和干预外汇市场 以避免不合理的外汇波动 强化金融监管 提高金融市场的监管水平 确保金融机构有足够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资本储备 这可以通过审慎监管和制定更加健全的金融制度来实现 宏观审慎政策 采用宏观审慎政策 包括灵活运用利率和储备要求等工具 以调整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 预防可能导致系统性危机的因素 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通过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 使经济更加稳健和可持续 减少对外部投机性资本的依赖 这包括加强创新 提高产业竞争力 优化贸易结构等 加强国际合作 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资本流动的挑战 这包括与其他国家分享信息 协调政策 以及在国际组织框架下 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 提高市场透明度 增加金融市场的透明度 向投资者提供更多信息 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 减少投机行为的发生 这些措施的实施 需要综合考虑国家的整体经济和金融状况 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 综合运用这些手段 有助于中国更好的抵御外部冲击 提高金融市场的韧性和稳定性 在博弈论Game Theory中 选美竞赛是一种描述竞争中 参与者决策的模型 其中每个参与者的目标是被选中 而不仅仅是因为其个人价值 而是因为其他人认为他们具有吸引力 这种情境通常涉及到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决策者的选择受到其他人的选择的影响 这个概念也被称为博弈中的传统美或博弈中的美 在选美竞赛中 每个参与者的策略是努力使自己在其他人眼中 看起来更有吸引力 而不仅仅是展示个人的内在品质 这可能导致一种追随者效应 及其他人的行为会影响每个参与者的决策 使得大家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似乎被其他人认为更有吸引力的人 将选美竞赛与热钱联系起来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解释 解释热钱 追随行为 类似于选美竞赛中的追随者效应 热钱流动可能是投资者看到其他人流入或流出某个市场 而受到影响的结果 一旦有大规模的资本流动 其他投资者可能会追随 产生连锁反应 市场情绪 在选美竞赛中 人们可能会更多的受到其他人的观点和情绪的影响 而不是基本面 类似的 热钱流动可能受市场情绪的驱动 而不仅仅是对经济基本面的分析 快速决策 在选美竞赛中 参与者可能面临需要快速做出决策的压力 以适应其他人的行为 热钱流动也可能在市场中引发快速的交易决策 尤其是在投资者认为趋势发生变化时 总体而言 选美竞赛的概念提供了一种理解投资者行为的框架 尤其是在涉及到相互影响和追随行为的市场环境中 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解释市场中的非理性行为和快速资本流动 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百度的收入超出预期 ChatGPT风格的人工智能开始盈利化 在中国举行的六国军事演习揭示了北京的关系目标 敦促北京现实一点 与台湾执政党民进党进行对话 吉利汽车在马来西亚推出智能电动汽车 与特斯拉和比亚迪展开竞争 Fortisq股东拒绝高管薪酬提案 请大家收看 百度的收入超出预期 ChatGPT风格的人工智能开始盈利化 彭博社 中国互联网搜索领导者百度报告了超出预期的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 销售额增长6%至344亿元人民币48亿美元 净利润为67亿元人民币 该公司对新业务的扩张 如人工智能AI 帮助其抵御了潜在的经济衰退 百度的AI平台Earneybot自三个月前推出以来 已吸引了7000万用户 该公司声称 其已达到了OpenAI的GPT4的能力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警告称百魔之战 指的是大量资源被投入到AI初创企业中 在中国举行的六国军事演习揭示了北京的关系目标 南华早报 中国与五个东盟国家展开了为期十天的联合军事演习 这是北京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这次演习涉及超过3000名军事人员 凸显了中国追赶美国在该地区的防务关系的雄心 然而分析人士认为东南亚国家将保持谨慎参与 以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保持平衡 此次演习正值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发生对峙的时候 敦促北京现实一点 与台湾执政党民进党进行对话 南华早报 中国应考虑与台湾执政的民进党DPP开放沟通渠道 这是美国前驻台湾特使道格拉斯帕尔的建议 帕尔曾在2002年至2006年担任美国驻台北办事处主任 他表示 中国在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后切断与民进党的沟通渠道是适得其反的 帕尔的评论是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副总统赖清德宣布肖碧琴将成为他的竞选搭档之后发表的 吉利汽车在马来西亚推出智能电动汽车 与特斯拉和比亚迪展开竞争 彭博社吉利汽车控股在马来西亚推出了三款Smart仅号E电动汽车EVE的变种 将与特斯拉和比亚迪竞争 Smart仅号EVE将由马来西亚国家汽车制造商Proton的子公司ProNet分销 吉利持有Proton49.9%的股份 这家中国汽车制造商还在单容马林的高科技汽车城投资 那里是Proton汽车的生产地 马来西亚的电动汽车市场规模较小 Fitch预测今年的销量约为5840辆 Forteskill股东拒绝高管薪酬提案 金融时报 澳大利亚矿业核能源公司Forteskill的股东们拒绝了其薪酬和奖金政策 有52.4%的股东投票反对 虽然这次投票是非约束性的 但明年如果有超过25%的股东反对薪酬政策 可能会引发股东投票解散董事会 在几名高管离职后 该公司的文化受到了审查 Forteskill的股价在投票前大幅上涨 而中国的铁矿石期货今年已上涨17% Stalantis与中国的CATL签署欧洲电动汽车电池供应协议 彭博社 Stalantis和中国的宁德时代 CATL正在合作为欧洲的电动汽车 提供更低成本的磷酸铁锂LFP电池 两家公司还在考虑成立一个合资企业 双方平等贡献 他们正在寻求长期合作 以寻找加强电池价值链的机会 作为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Stalantis和CATL计划在欧洲建立一个LFP电池工厂 但具体位置尚未确定 由于与涅机电池相比 LFP电池具有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稳定性 因此 LFP电池在汽车制造商中越来越受欢迎 中国科学家创造出能感受纹理的智能指尖 南华早报 深圳南方科技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休斯顿大学的科学家们 创建了一个模拟人类指尖的感知系统 这项技术可以应用于假知 使患者能够恢复触觉感受 同时也可以用于机器人和基于触觉的虚拟现实 该系统能够以100%的准确率识别不同的纹理和材料 希望未来可以利用这项技术 让假知使用者能够感受到传感器所探测到的东西 恒大中国表示债务重组条件满足 股票大涨 南华早报 周二 中国恒大中国在香港股市上涨了19% 此前该房地产开发商宣布已满足期待已久的 离岸债务重组协议的条件 这是自中国房地产危机爆发以来的首个重组计划 上个月获得了香港高等法院的批准 恒大已将其现有债务工具兑换为可转换债券 以美元计价的债券 强制可转换债券 以及其子公司恒大服务控股的股份 总额约为102亿美元 这项重组计划在9月份的投票中得到了超过98%债权人的支持 中国推动国有银行加快为私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资金 金融时报 据报道 中国监管机构已要求国有银行增加对私人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 以振兴该国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 此举是因为一些私人开发商违约 引发了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担忧 监管机构还承诺 考虑解除对房地产开发商合并的银行贷款限制 中国政府希望稳定房地产行业 该行业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南非将主持紧急金砖国家峰会讨论加沙危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来自金砖国家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这领导人 将举行一次虚拟紧急会议 讨论中东地区的局势 包括以色列和加沙地带之间的冲突 此次会议还将邀请金砖国家的新成员沙特阿拉伯 阿根廷 埃及 埃塞俄比亚 伊朗和阿拉伯联合球掌国的领导人参加 南非政府还要求国际刑事法院 ICC对以色列和加沙之间的战争进行调查 并呼吁对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 仍将延续上涨趋势 到年底接近关键的7水平 雅虎 分析师们表示 由于对美元已经达到峰值 以及中国经济可能出现转机的压住增加 人民币可能在未来几周内升值至接近每美元7元的水平 今年中国与美国的利率差异扩大 这给人民币施加了压力 因为中国人民银行降息而美元储则积极加息 电动汽车制造商未来与长安汽车合作进行电池更换 彭博社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未来和重庆长安汽车已签署一项合作协议 共同开展电池更换技术合作 双方将在可更换电动汽车电池的所有权、技术、维护和融资方面展开合作 电池更换技术允许电动汽车车主将车辆开入一个展位 将耗尽的电池更换为已充电的电池组 蔚来在2020年推出了其电池及服务计划 车主购买蔚来汽车外壳 并支付可更换电池的租赁费用 蔚来计划今年建设1000个电池更换站 超过最初的400个目标 该公司在中国已经拥有超过2000个电池更换站 并正在将业务扩展到欧洲 与此同时长安汽车与华为合作 并以阿瓦特品牌生产电动汽车 中国财富基金的基础设施负责人辞职 是最新的损失 彭博社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 基础设施投资部门负责人李涛已辞职 以追求其他职业机会 这进一步加剧了这家1.4万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的人才流失问题 近年来已有20多名团队负责人和董事总经理离职 其中一些离职是在去年该基金决定 将其私募股权和基础设施投资部门CIC Capital 合并到主要业务中之后发生的 CIC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招聘高级员工 以应对人才流失问题 米涛自2010年7月起在公司任职 负责建立CIC的基础设施投资平台 马尔代夫发誓坚守岛屿并通过建造岛屿来抵抗上涨的海平面 南华早报 新上任的马尔代夫总统穆罕默德 穆一组承诺 尽管面临淹没和缺水的威胁 这个岛链国家将能够应对不断上升的海平面 他取消了迁移居民的计划 而是通过雄心勃勃的土地开垦和建造更高的岛屿来抵海浪 环保核人权组织警告称 这些政策可能会加剧洪水风险 马尔代夫是气候危机的前沿 该国80%的地区还拔不到一米 铁矿石价格飙升至9个月高点 原因是市场预期中国将推出刺激措施 彭博社 随着中国经济刺激措施的推动 铁矿石价格达到了自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新加坡 铁矿石价格上涨了2.3% 受到国有媒体投版社论的推动 该社论呼吁将北京1400亿美人的债务发行资金 及时用于建设项目 彭博社报道称 有50家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可能有资格获得融资 导致股价上涨 铁矿石需求受到钢厂采购的推动 尽管寒冷的天气可能导致建筑材料的季节性需求下降 OKX是首家申请香港许可证的主要加密货币交易所 南华早报 全球第三大家密货币交易所 OKX已在其香港分支机构申请了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VATP许可证 该交易所的本地子公司 OKX香港金融科技于11月16日提交了申请 OKX是首家在香港新的法律体制下申请许可证的主要行业参与者 该法律体制旨在将该城市转电为区域性加密货币中心 新规定要求为该城市的客户提供服务的交易所必须获得许可 并允许获得许可的交易所首次为零售投资者提供服务 菲律宾和美国开始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逻 彭博社 据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斯二世表示 菲律宾已经开始与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逻 这次巡逻计划持续到周四 旨在增强地区安全 并加强菲律宾与美国在维护争议水域共同利益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 上海的犹太难民历史在新的神剧中占据中心舞台 路透社 经唱剧移民最近在上海首演 像该市在二战期间保护欧洲犹太难民的角色致敬 这部作品是上海交响乐团 纽约爱乐乐团以及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合唱团的合作 作曲家亚伦齐格曼在2019年被提出了这个创作想法 并将其描述为一部多元文化的爱情故事 探索人性希望和接纳的主题 这次首演正值接纳难民问题尤为相关的时刻 加沙和乌克兰发生冲突 这部轻唱剧计划于明年初在纽约演出 中国的反腐败机构正在调查另一位高级主管 CNN 中国的反腐败监察机构正在调查国有企业 上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周军 原因是严重违反纪律和法律 这是常用来指涉腐败的措辞 周军还在该国有集团的多家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担任职务 他以个人原因辞去了这些职位 周军是中国最新一位被当局调查的高级管理人员 今年已有十几人失踪被拘留或接受腐败调查 麦当劳以18亿美元收购凯雷在其中国业务中的股份 金融时报 美国私募股权公司凯雷集团 以18亿美元的股权价值出售其在麦当劳中国业务的28%股权 麦当劳将购买这部分股权 以重建其在该餐饮集团增长最快的地区的影响力 这笔交易将使麦当劳在其中国业务中的持股比例达到48% 由中信资本领导的财团持有剩余的52% 在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 这次交易标志着该地区罕见的交易成功 美国亚洲政策的范式转变 外交事务 根据外交事务的一天文章 美国需要采取一种新的战略方法来应对中国在亚洲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侵略行为 作者认为 美国在冷战后的战略即以贸易和发展为重点的战略已不再有效 相反 美国应该专注于加强与该地区的联盟关系 并鼓励各国加大对军事的投资 以抵制中国的军事建设 美国还应该向亚洲国家提供经济激励 以促使他们更加密切的与美国合作 抵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政策 通过培养可靠的伙伴 美国可以建立一个符合其战略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地区秩序 文章认为 中国通过经济手段成功地中和了其邻国 比如一带一路倡议 该地区许多国家已经对中国经济依赖 并且难以抵制其要求 作者建议 美国应该向亚洲国家提供经济机会 比如市场准入和特殊的出口管制优惠 以换取他们在抵制中国影响力方面的支持 这将有助于增强较小国家主张自身利益 和对中国在地区主导地位方面的限制的能力和决心 文章总结说 美国不能认为宣传美国人责或解除贸易限制 就能赢得安全伙伴 相反 美国需要向该地区的关键国家 提供结合经济和安全要求的定制协议 通过这样做 美国可以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上团结其在亚洲的盟友和朋友 抵制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挑战 万达提议将每人债券的付款期限延长11个月 彭博社 大连万达集团旗下子公司 万达地产国际有限公司提议将一笔美元债券的到期日 延长11个月至2024年12月29日 该公司还邀请债券持有人同意其他条款的修改 包括在2024年1月5月和9月强制部分赎回债券 将于12月13日举行债券持有人会议讨论这些提议的变更 学者表示 习近平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评论引起了关注 日经亚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关于需要朝着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向迈进的评论 成为周一智库的热议话题 中国观察家们分析了上周与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峰会 总体评估是积极的 戴维、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自由人蒋座教授表示 他对峰会的形象感到比预期更积极感到惊讶 在会议期间和之后 习近平的语气很柔和 他似乎很高兴 布兰切特说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周简报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本周的新闻吧 首先 百度报告了超出预期的业绩 并开始实现ChatGPT风格的人工智能引力化 百度的AI平台Ernibot吸引了7000万用户 并声称已达到了OpenAI的GPT4的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正在不断扩大 对企业的营收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国际政治方面 中国与五个东盟国家进行了规模最大的联合防恐军事演习 这反映了中国在地区防务关系上的野心 然而 东南亚国家将保持谨慎参与 以保持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平衡 与此同时 中国硬考虑与台湾的民进党进行对话 这是美国前驻台湾特使道格拉斯帕尔的建议 这种对话有助于改善两岸关系 减少对立和冲突 在汽车行业 吉利汽车在马来西亚推出智能电动汽车 与特斯拉和比亚迪展开竞争 这显示了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电动汽车领域的竞争力 同时 Stalantis和中国的宁德时代 CATL签署了电动汽车电池供应协议 这将为欧洲的电动汽车提供更低成本的电池 这些举措表明中国汽车业正在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创新 在科技领域 中国科学家创造了能感受文理的智能指尖 这项技术有望应用于假知和机器人领域 帮助恢复触觉感受 这将对残障人士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 恒大中国宣布以满足其债务重组协议的条件 股价大幅上涨 这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首个重组计划 得到了超过98%债权人的支持 为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问题提供了积极的信号 最后 让我们来看一下中美关系 中国正在推动国有银行加快为私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资金 以振兴房地产市场 同时 美国需要重新调整其亚洲政策 加强与该地区的联盟关系 并提供经济和安全激励 以抵制中国的影响力 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摘要和我的观点 我们欢迎观众们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六博士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7月份 7月10月